各位以来小亲大家好 欢迎去收看这些国语新闻 新闻开始来关新民生议题 秦流感的疫情造成肉品市场有替代效益 现在已经有媒体报道诸价上扬 所以县府小宝官就特别指示农镇以及工商单位 随时掌握县内肉品物价波动的情形 而且要每日回报了解是否合理 若发现有联合涨价或是恶意烘台的情形 将依法移送相关单位查处 为了避免肉品业者趁着禽流感疫情崩台价格 县府小宝官周喜福日前特别查访县内各传统市场 结果发现价格还算平稳 不过因为年节僵次民众开始准备年货 加上最近传出猪肉已经涨价 小宝官特别指示农镇和工商等单位 随时掌握县内肉品价格波动的情形 并且每日回报了解是否合理 若发现有联合涨价或恶意烘台的情形 将依法移送相关单位来查处 加处的一个屠宰的一个屠宰厂 能够每日回报它的一个屠宰的出货的一个数量 跟价格 此外 要求工商单位要询问要求各市场的一个管理单位 应该要加强相关摊商的一个管理 避免有让物价不合力上涨的一个情况 随时掌握物价的一个变动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里如果说有发现有所谓的联合涨价 或者是恶意烘台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先生我这边会立即相关的一些案件 移送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来依法查处 以维护交易秩序的一个稳定 然后呢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 消保官也呼吁消费者 如果发现肉品价格有不合理的情形 可以直接拨打1950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 将会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